不完美受害人,成功是坏人吗?是一个可多选命题,也请允许互相矛盾的答案存在。 重中之重,除了视角还是视角。非黑即白,不是所有时候都适用。 不完美受害人,成功是坏人,主要是对于赵荀而言。 以上位者身份,违背他人意愿,越过道德与法律的红线,也应当承担后果。 但换作其他视角,成功也可以不是一个坏人。 首先,作为上市公司老总,他没偷税漏税,也有一定的责任心。 至于婚后无数次出轨,对家庭没有责任心,就不好用好坏来评判了,只能说,扎,真扎,特别扎。 正功老婆心路之所以能够容忍成功,或许也是因为成功属于纯扎,而不是扎坏。 当他下定决心离婚的时候,成功有想说服他,但没有一点不尊重,更没有为了共同利益,玩拖延战术。 消失的他,这类事件,也永远不会发生在新路身上。 谈离婚条件的时候,新路直接要走一半股份。 成功给得很爽力,并且,真心认为,这是新路和他一起白手起家应得的。 不要觉得这很容易,其实很多人面对巨大的利益,都做不到这个程度。 甚至可以说,成功在某些方面是真的绅士。 而且,情绪永远稳定。 摊上大事,也很少歇斯底里,以及谦怒。 如果同时和情绪稳定,以及情绪不稳定的人相处过,就会懂得这是怎样的宝藏品质。 结局,赵寻把成功告了,经过各种转折,在资深律师林看的帮助下,还告赢了。 成功一直是个体面人,最后也是够不体面的,尤其是林看以前是他的律师,也为他四处奔走过。 但,这背后,涉及的事情就很复杂了。 总的来说,成功对赵寻的侵害,是一种非粗暴的,利用上位者权利,给予妥协影响的侵害。 赵寻有自己的软弱,和反复无常,和成功谁都不是完美的。